各位同行晚上好 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药物分学研究的应用和进展 主要从三个方面 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研讨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药物分学研究的应用方面 我们都知道 药物分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科技的进步 都是依靠我们方法学的进步 那么一种旧的方法 它在完成它的使命以后 它又会被新的方法所替代 所以很多的方法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比如说质谱 奢谱 还有PCR 活时共振 光谱等等 有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近年来在我们药物分析中 比较研究比较热的 就是遗传毒性杂质的检测 我看到这些 黄酸类的这个原料 如果跟醇在一起反应的话 就会是 就有这个遗传 潜在遗传毒性的 这些本黄酸类的这些杂质 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 高灵敏度的叶子联用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甲鸡 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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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黄酸类都很好地进行分离 而且有很好的灵敏度 那么在这个生物学上面来讲 我们著名的人体药物代谢酶 细胞色素P450的发现 它也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 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了这个 质谱 质谱我们可以把氧标上 就是用氧18来进行反应 如果我们它参与了药物的反应 这个氧18呢 就可以进入这个药物分子 这样我们质谱检测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分子量 就会比通常的 不是氧18呢 每一个氧呢 要有两个道尔顿 这个分子量的增加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分光光度剂 可以用于测定线粒体和微粒体的 细胞混测的样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细胞色素50呢 就得到了发现 所以我们目前发展来讲 就是药物分学它的应用对象呢 我们就要根据时代的 科技的进步和对象的变化呢 我们要重新进行定义 首先是以药物的活性分子 这一类呢 是跟我们常规经典的这个药物分析是一样的 就对于那些具有生物活性的分子 先导化合物 候选药物 或者我们讲的 最后成药了 就化药 中药 生物药 及其它们的致剂 这是我们经典的这个药物分析的内容 当然我们也包括药物代谢的一些产物 药物的中间体和杂质 药用辅料 还有这个药品的包装材料等等 就这一大块内容呢 是跟我们经典的药物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第二种测定的分子呢 我们把它叫做药物的效应分子 它的定义呢 就是能够与药物活性成分发生 直接的或者是间接作用的一些基因啊 受体啊 酶啊 蛋白质啊 细胞因子 还内原性的小分子物质等等啊 这类呢 我们把它叫做药物的效应分子 那么药物分析的领域呢 我们通常讲 它是贯穿了我们药物的创世的整个环节 包括从药物的研发 如把镖的发现 或药物的这个开发 而开发好以后呢 我们就有工业药学 就是药品的生产和它的流通 最后呢 要应用这个药品呢 就到了临床药学 就是药物的评价和合理使用 这是我们的应用的一个领域 那么药物分析学 它的研究内容和目的 就是针对药物活性成分和药物效应分子 解决药物学和药理学研究中的一些 分析科学和技术问题 那为我们国家的药品研发 制造和临床使用呢 提供科学有效的分析方法 来加速新药的研发速度 来保证临床药的安全 有效和质量可控 所以我们药物分析的三大领域 就有了我们的新药的分析 有工业药物分析 也有临床药物分析 这样三大板块 那么第一大类应用就是药物分析 在药物研究与开发中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药物的把标 比如说酶受体和蛋白质的分析 那临床前的这个药物代谢 及动力学分析 药物和它的杂质分析 还有质迹和降解产物分析等等 这些都在我们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当中呢 都是要进行研究的 第二大方面呢 就是药物分析在药物的制造过程当中 制造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原料药的制药过程 和药物制剂的过程分析 那么它都依赖于一些过程分析方法 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近红外或拉曼光谱 那么过程分析技术我们叫PAT 它这个里面的A呢就是分析 这个分析这个词呢 它是要广义的 它是以集成的方式进行 比如说化学物理维生物数学和风险的这种分析 它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并控制制药过程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使其与现行的药物质量系统相一致 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达到可认可的标准 所以我们讲这个药品的质量不是 这个我们讲检验出来的 是它的设计和生产出来的 所以整个PAT的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FDA呢 它就很早在就有 2003年就发了一个指南 就是关于这个PAT生产过程当中 PAT的这个指南 那么它这里边除了这个控制系统以外 主要的就是一些样品的预处理 在线的这个取样器 然后有一些这个计算机处理系统 这样来组成这样一个PAT的体系 第三大部分呢就是药物分析 在这个药品使用中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都知道 药物的质量的好坏 服用是否合理 就是药品是否安全有效 最终还是以临床实际的疗效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药物使用的安全 合理和有效 要对药物体内的过程 作用的激励 和它药物效应分析的进行检测 通过我们药物分析的手段 来了解药物在体内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并且我们可以获得 我们的药带的各种参数和它的激励 并且可以用于检测生物标志物 来预测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 这样就有助于对药物的质量 安全性做出评估 为制定合理精准用药方案的提供一些依据 比如说我们讲经常我们会说 比如一个相同的疾病 你给了这个病人 两个病人相同的疾病 你给了相同的剂量 它两个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疗效 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在EC两条曲线的时候 是落在我们讲的有效剂量和毒性剂量之间 那么它的测定呢 它就有一个经典的这个探针药物 就是美分椭因 那我们可以测定它的尿液 就可以非损伤的这种采集样本 这是它的空白药 空白尿里面是比较干净的 那么在空白尿里面 我们加上了我们的美分椭因 因为美分椭因是一个手性药物 它是一对对应体构成的 所以它出两个疯 那么在快代谢人群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疯 就快速的就代谢掉 就剩下第二个疯 而慢代谢人我们看到 它就跟我们的这个对照品是差不多 两个疯高度差不多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定判断 这个人是快代谢还是慢代谢 然后根据这个类型的 医生给药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慢代谢人可能它 这个煤的功能是没有的 这样你如果再给予一个 21-19的这个相同的药物 它可能就会蓄积 可能会发生中毒 所以我们了解病人的基因型 可以开展这个两体 采医式的用药 来增加药物的疗效 来减少毒部反应 得到的失败 所以我们把这个药物分析的应用 把它归结于药物的研发领域 药物的生产领域 和这个药物的应用领域 都有大量的应用 第二部分我们看来一下 这个我们药物分析学的发展趋势 那么传统的药物分析呢 我们大多数都局限于 通过分析药物的活性成分 来控制药品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 就是我们讲的经典的这个药物分析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 生命科学跟这个药学的融合呢 是越来越紧密了 所以药物分析学已经从一种物质为中心 就我们分析这种物质为 来展示到以生命科学的结合 我们以前讲我们测定这种分子 这些一个一个的化学分子 所以叫药物的活性成分的分析 而现在呢 我们要再增加一块分析内容 就是药物的效应分子的分析 包括基因 蛋白 酶 受体 内原性的分子等等 所以我们药物分析 它的这个 对于我们的药学科学的研究来讲 它是一种方法科学 也是一种眼睛科学 所以这种方法科学眼睛 就是看它这个眼睛是不是很亮 看它是不是看得很深 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的水平 所以现在的药物分析 无论是它的分析领域 还是分析技术 都已经大大的拓展 比如说我们从一种静态的分析 到一种动态的分析 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可以用PAT来监测 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 从体外的分析 到体内的分析 就我们不但要分析产品 从产品 还要分析这些产品 到人体以后的情况 我们也从成分的分析 到了生物活性的分析 从单一的技术 像联用的技术 从小样本到高通量 从化学分析法 像这个生物分析法定用 从人工分析 到基酸基辅助分析 从单指标到多指标 我们讲的高内涵的分析 指的我们这个药物分析 专门的技术 发展成为一个药物分析的学科 那么学科发展 自身对我们的药物分析的需求 和我们人类健康产业 对我们药物分析 也是有需求 所以随着我们 21世纪药物科学的 这个迅速的发展 生命科学和药学 生命科学和药学 融合的趋势 就日益加深 药理学 医学等生物学 相关的学科 就提出了一些科学问题 就形成了我们药物分析 新的挑战和机遇 所以我们如何应用 现代分析技术和分析方法 去分析作用于药物效应分子 还作用激励 这是我们又一个 正在拓展的一个领域 而药物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 也需要我们生物学 医学 理学和工学 这些技术的支撑 所以我们提出要重构 这个药物分析学的 这个研究体系 我们这个药物分析学 首先它是采用 现代的分析技术 而现代的分析技术 不仅仅局限于 理化分析 仪器分析 而且还要扩展到 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影像学 免疫学 芯片 剂量学 等等等等 这些现代的分析技术 来对药物的活性成分 和效应分子 这两大类 我们的研究对象 进行分析检测 而药物分析的学科特点 它是一个多学科 交叉的 特别明显的 这么一个学科 比如说我们这里画的 它可以跟生物学 包括医学 细胞分子 生物学 生物化学 也可以跟工学 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仪器 需要有这个计算机 需要有这个 我们讲的 基层控制 也需要有理学 比如化学 物理学 当然跟我们的药物学 药理学也是密切相关 所以这些 所有的这些新的这些方法 就构成了我们药物分析的一个 特征的交叉特性 用这种交叉特性 产生的分析方法 来用于解决我们药物学 和药理学当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比如说我们 跟药理学相关的一些作用机理 比如基于这个药效分子 比如说受体也好 它们的轻和作用的 活性分子的快速识别 和筛选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系统当中 以生物活性为检测指标 同时进行化学成分的分离 和活性测定 这样来提高寻找和发现 生物活性成分的效率和靶向性 也可以用于制定基于活性的 这个质量标准 这是以药理活性为导向的 这种分离测定 和质量标准的制定 比如说这个生物色谱 现在研究的比较多 比如说 先教授赫朗聪老师他们 他们可以把这个细胞膜 或者是一些受体 结合到这个色谱柱上面 然后把这个色谱柱 进行用流动向进行冲洗 由于这个膜不是一个化学的固定向 而是一个生物的固定向 因此当这个我们的化学成分 或者我们的中药成分 在流经这根柱子的时候 跟它这些细胞膜上面 或跟受体相互反应的这些分子 就会迟一点被冲击出来 而没有反应就很快的就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既知道它的活性 也知道它的量 它的高度就是它的量 和亲和性 第二种呢 比如说我们生活医学工程 给我们的很多的支持 比如发展基于传感技术的一些高通量 高内含的芯片分析 比如说基因芯片 蛋白芯片 组织芯片 还有这个微流控芯片 现在比较热门 但用这些芯片也可以来检测 我们药物的药理学和毒理学的效应 它可以实现同时获得多种生理学和化学参数 也可以用于药物的筛选 作用把镖的研究 还药物毒性的作用的研究 来指导临床合理的用药 这里是一些 我们在其他杂志上 已经研究的一些 比如说为细胞肥症裂 还有为电子等等 再一个就是影像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发展基于分子探针 和分体仪器的分子成像技术 用于这个药物分子体内过程 和药效和毒性 实施动态监测 药效分子和生物分子的定位 比如说质谱成像 最近也是我们赞泊尔教授 研究的比较多的 另外还有一些生物蛋白的成像 可以用这个GFP蛋白标记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看这用药处理前后 这些体内的细胞色素P450 它就发生一些变化 增强 对吧 可以知道它可能是不是有诱导作用 如果减弱了 是不是有抑制作用 而且可以看到 它在细胞内的定位 这类方法 包括合医学的 包括光学的 包括持共振的等等 质朴的 还有人流出细胞数的成像 这些成像技术 实际上是大大的 丰富了我们的检测手段 那么GFP这个蛋白 显示蛋白呢 也是获得了洛贝尔奖的 通过这种技术呢 比如它的激发光和发射光 通过它这种很容易检测 高灵敏度的特点 也可以用在活细胞上面 而且它无害 用非常广 根据这个GFP呢 和它的突变体 可以发展了一系列的 这个检测技术 包括这个 宁光共振能量转移等等 可以做一些这个 大分子和小分子 大分子和大分子的 这个相互作用 那么对于过程分析来讲 我们可以发展一些 在线的一些检测方法 用于制药过程的 全程的质量控制 这个是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不同的仪器 可以进行在线的监测 所以我们的过程分析 常常是一种动态连续的 这对我们的这个分析技术呢 就跟常规的静态的分析 就不一样 我们跟这个offline的 就是我们讲 静态的那种分析 就不一样 它可以做连线的 可以做在线的 也可以做原位的 特别是现在基于生物学 和生物化学原理的 一些分析检测技术 发展得特别快 比如说让我们PCR 定量PCR 数字PCR等等 还有这个免疫蛋白 沉淀的Wesprout 还有这个免疫测定法 各种测序的方法 都已经用于我们药物的研发 临床的合理用药 药物的作用基底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去发展一些 高专属性高临敏度的 生物学的一些分析方法 用于测定我们的药物的 效应分子 生物大分子 还可以分析一些 ITC的药物 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 一些小分子药物和中药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抗体来调取 手心分子的 把蛋白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分子 一般它只有这个 它只有这个抗原 是一个半抗原 那么它实行免疫的话 它需要有跟一个蛋白 结合 这样形成一个大的 就变成一个全抗原 全抗原它去免疫加兔的话 就可以产生这个抗体 就是我们讲抗血清 所以我们把它制成这个 Eliza的设定抗血清 抗体低度和它的这个 立体选择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手心药物 这样你如果又 这是一个手心中心 你用这个左旋和右旋的 或者RS构型不同的 跟蛋白结合 那你再去免疫加兔 产生的这抗体呢 它也是立体选择性的 那你看它这个 这个R构型和S构型 它做出来立体选择性 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它也体现出 一定的这个量效关系 然后你处理这个细胞的话 就用S构型和R构型的 那个化合物去处理 你看它所用的蛋白 就是不一样的 这边是R构型 这是S构型 这个蛋白 主要是这个蛋白 那这个R型的 主要是这样两条蛋白 这样我们就去把这个蛋白 再去把它洗脱 然后再去做生物质谱 其他方法就可以鉴定 它们的这个 属性的把镳蛋白是什么 从药物分析学来讲 它的研究策略 大概也就三种 一种是自主创新的 特别像一些样品全处理 超微量药物和杂质的 这种分子鉴定 多种生物把镖的这种 同时监测 包括多分子成像 实施动态分析等等 更重要的实际上 是后面两种 我们用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就转化上去 就是将其他学科 比如说分析化学 生物学 物理学 电子学 工程学 它们最新的基础研究成果 能够迅速地转化成 我们药物分析检测的 实用方法 它们的创新性很强 但是往往它们不能落地 这个就需要我们 药物分析 同行们去把它转化过来 真正用在我们的 药品的检测 新药的研发当中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集成创新 就是把各种 不同原理的方法 把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来发展一些 高灵敏度 新型联用的分析技术 来解决我们 药物学和药理学研究 当中的一些难题 就是你靠一种方法 它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用两种 或者三种方法 把它集成起来 这样就可能有 有望把它解决好 第三方面 我们对药物分析学 发展的做一点展望 长期以来 我们国家的药物分析 虽然也有原始创新的工作 但主要是以应用为主 那么目前也逐渐转向 这个转化 创新的发展 我记得先进水平的 差距也在缩小 我们特别是有一支 比较大的 这个我们药物分析的 研究队伍 让我们这个药检系统 从这个中检院 到各省市的 这个药检院 药检所 所以有非常大的一次队伍 那研究工作 也具有相当的积累 但是跟其他学科比呢 我们的基础研究还是偏弱 所以我们学科也发展到了 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就怎么样从服务支撑 向创新引领 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我们新时代 新药的研究和临床 个体化的治疗呢 很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从传统的化学药物 生物药 中药 扩大到了基因治疗 免疫治疗 干细胞治疗 等等这些创新的疗法 还以及指导 这种个体化用药的 一些诊断药品 诊断试剂 所以我们怎么样瞄准 国际生物医药发展的前沿 聚焦新药研究 和个体化用药的 相关分析技术 强化我们的基础研究 和原始创新 这是我们药物分析学 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是我们那种机会 我们举一个 几个方面的例子 不完全 比如说要基因治疗 免疫治疗 干细胞治疗 有种知道有卡提治疗 有人说我可以用一种 诱导多能的干细胞库 来产生大量的同源细胞 这样就可以了吗 就把这个细胞 给不同的病人 要不然你 一个病人的卡提治疗 就很局限 那么你如果说要这样一种 大量的一些同源细胞 那么我们的讲 它的检测方法 是不是有如何进行 对它进行质量控制 那么它的作用 激励和体力过程 是怎么样的 这需要我们建立 一系列的检测的方法 那我们中国要点 对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检测 技术列举的比较少 我们2020版的中国要点 也前瞻性的 为分子生物学技术 通则这个板块 预留了100个号 就等于说你还要有 100种分子生物学的检测方法 才可以填满 目前还是很少 所以我们要去建立 全面系统完善统一的 这种分子生物学的检测 体系 这需要我们去努力 第二方面就是在合理用药 个体化用药和精准用药方面 在这一块里边 实际上我们药物分析 是大有用途的 比如说把镖的发现 和确诊的技术 然后基于把镖和 把镖药物的淡水诊断试剂 还有药物 一些分子成像 包括小分子成像 和大分子成像 还有像这个 那些RNA 现在RNA的药物 mRNA的疫苗 还有DNA的动态修饰 还有这种 多种的生物标志物 和它们的比例检测的 这种新的方法 这是对我们 平常用药来讲 就有这种手段 对我们来讲 就非常有利 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具有 同时具有多种功能 有多功能的 分析 新技术的新方法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举一个例子了 就是传统的药物分析 它是存在活性成分分析 和它的生物效应分析 是分离的 比如说我们分析 一个化学分子 我们就只测试它 纯度含量 至于它的活性 是不关心的 或者是这个方法 是没办法解决的 那么我们发展到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有 同时检测 具有成分含量 或活性 检测功能的 这种新方法 我既测定它的量 又测定了它的疗效 或者它的毒性 或者说我们同时 具有活性筛选 和活性定量检测技术 比如说它的清合力 我也知道 除了它的量以外 我还知道它清合力 还有些就是定量可视化的 一些新的方法 第四种就是 目前我们讲的 基于人工智能的 这个药物分析 我们知道以前 我们有叫做 计算药物分析 基于化学剂量学 和生物性医学的 那么现在基于人工智能 比如说机器学习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 开发一些新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主学 大数学的分析 我们的过程分析新方法 还有一些 我们的微量杂志 和代谢物识别 等等等等 是不是有可能 基于人工智能 可以去开发一些新的方法 总之呢 我们要不忘我们 药物分析学科的内涵 将我们的论文 写在这个创新药物上 药品质量上 和药物生产当中 和精准的用药当中 为我们国家的新药研发 药品质量控制 和用药的安全 有效的提供 我们强有力的 这个分析手段 这是我们在这个方面 在国内杂志上 发表的一些论文 还有我们刚刚 今年出版的 这个我们的国家级的 规划教材第三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谢谢大家 请大家批评指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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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